前立法委員蔡正元指責 國民黨吳敦義主席 透過企業家親手交給四千萬元給我 我必須要做一個全部的說明 讓這幾天的風風雨雨 有一個更正面澄清的機會 那這兩天我把這個資料全部調出來 目前為止呢 我先向大家報告 我們這次選舉的情況 一 本人這次選舉捐贈會計報告書 經過會計師查核簽證 簽證的報告 嚴明符合相關規定 二 本人所公布的數字 與會計師確認過 但 尚未經過監察院最後審定 最後的數字 要以監察院的公告為準 三 本人此次選舉 捐贈收入總額為一億兩千九百一十 一億兩千九百一十九萬七百七十九元 支出一億一千四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元 結於一千五百零六萬兩千兩百四十三元 十一月二十四號投票 十一月八號 我們已經覺得選舉經費夠了 我們關閉 到十六天左右 還是有人陸續捐贈 我們返還 支出五百多萬 第四 選舉捐贈收入部分 做以下說明 一 個人捐款 小額的佔 總捐款收入 進額約 百分之八十七 總比數 兩萬兩千四百零九筆 個人捐款 平均 每一筆為 四千八百一十三塊 小二 銀利事業捐款佔 總捐款收入 進額約 百分之九 總比數 一百六十筆 銀利事業捐款 平均每筆金額為 七萬兩千六百九十八元 三 政黨捐助收入佔 總捐款收入進額約 百分之零點一 以扣除關閉帳戶後 退還捐款的金額 筆數為一筆 四 其他收入佔總捐款收入總額約 百分之四 關於上述 一筆數 都是可以跟對外面所有公開的 剩下有監察院查 有幾個聲明 韓國瑜在這裡 要向大家報告 一 已經公佈的四多候選人 在媒體公佈的去年選舉收出的狀況 本人今天 也整理出選舉捐款的總金額支出及 深額還銷 二 財政委員是多年老遠 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不實的 資訊來指控我 我深深覺得 蔡政委員我委員 欠我一個道歉